注意看前方就是合肥最牛的烂尾楼了 他之所以能称得上合肥最牛的烂尾楼 这要得意于他所在的位置 在他旁边就是白马服装城 紧接着在他的对面就是合肥火车站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的地理位置是比较优越的 如果这个烂尾楼用作餐饮或者是宾馆的话 那生意肯定就是客室云来 那为何就烂尾了呢 而且我通过这栋楼的装修 我感觉这栋楼并不是一开始就烂尾了 这中间肯定是有入住过一段时间 后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就导致里面的住户全部搬离了 就导致这栋楼荒废了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还意外发现在他的左边居然还是一个客运站 这更加说明这栋楼如果作为宾馆或者是餐饮店的话 肯定是壮大发的 走到这里从这个角度看这栋烂尾楼的话 印证了我的猜线 看一下他的一楼 全部还保留当初开店的痕制 还有从前方的贴纸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店曾经在这里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二楼还保留着空调外积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这栋楼的占地面积挺大的 那为什么这栋楼会沦落成这样子呢 这背后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 先别说这里的生意怎样 就当当这个位置的房价都差不多要2万块一平方了 所以这栋楼每一年可能就要蒸发上亿元 显显还是觉得挺可思的 可惜归可思 最重要就是这栋楼刚好愿意一个喜记录口 而且这里的地理位置又这么优越 每一天人来人往的 说夸张一点 真是有点隐险合肥的细容啊 所以这更加勾起了我对这栋楼的好奇 好显知道这栋楼在当年到底发生过些什么 也是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说法 说这栋楼在1996年的时候就差不多装修好了 但是快要完成的时候 这个开发商就提早撤场了 搞到当时300多户的业主一联蒙 他们也是没有想到快完成的时候却烂尾了 很多业主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有人说开发商提早撤场 就是因为出现了债务的危机 那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从那一年开始 这栋楼就烂尾到了现在 一共差不多烂尾了近30年 这30年来 这附近的房价都不知道翻了多少番了 不知道那些业主们现在是什么心情 可能是欲哭无泪吧 而且的话这30年来 没有一个开发商敢接盘这个房子 就可想这栋房子背后的债务 是多么的复杂了 好了 这就是合肥最牛的烂尾楼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何感受 有什么钱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拍的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你们的基石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